來了 現在進入紅毯這組 歡迎光臨 等你來加一的製作團隊 入圍的是 意志及實境節目獎 范少勳帥 但是是不是粉底有點太白 有一點過白 還是口紅太深 我覺得是粉底 我不曉得是不是我們鏡頭的關係 可是它沒有 它 噢 對 粉底白了一點 不曉得是我們鏡頭的關係 也許它搞不好等一下走到 那個訪問區的時候的光 也許這邊的光可能不對 但衣服是帥的 對 它的西裝的腰身也很漂亮 衣服 對 也是選擇寬褲的 對啊 有 有腰身的西裝 就是它的腰的地方長又窄 看起來就特別好 又順 身形跟身高真的很殘忍 是 我覺得這一段 很殘忍 因為這樣的褲型 剛剛玉琳哥也常說 對 不行啦 這樣玉琳哥是靠的嗎 喔 玉琳哥非常用心 我們要給玉琳哥鼓勵 而且它自費 對 又幽默 又有才華 30萬的話過關 對 自費 對 那好像是三十萬嗎 有欸 目前 目前的男生 第一個讓人 蛋上薰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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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珠寶也 剛剛好 對 照片這個頭髮是現在流行嗎 喔 現在流行啊 就是這種 兩側有點線條 鬥點瀏海 喔 反而這裡的妝不會啊 不會太白啊 還好 我覺得現在這個光看起來 嗯 它故意 我覺得它故意畫得有點腰耶 但是我覺得很好 比較寒風的妝容啦 嗯 對 但是它的頭髮是不是有點 羽毛剪是不是 嗯 兩側 那個線條 我很喜歡 我也喜歡這個線條 我覺得有點復古的感覺 嗯 而且一般男生比較不會有這種兩側 非常 一般的臉型 嗯 輪廓 千萬不要嘗試這樣的妝跟髮型 聽到了沒有 小梁 對 對 對 它的 就是因為剛剛范少勳的 范少勳 對 輪廓 然後它的臉型 以及它的髮際線 我覺得 剛剛那個那個 其實它髮際線滿高的 對 都處理得很好 是 然後它也非常專業的 講話的時候 動的都是帶珠寶丸錶的左手 對 那一隻手 然後那個線條也會讓它的 兩側會比較窄 比較收 對 就五官會更集中一點 是 阿仙步入虹潭的就是 阿尼谷又闖禍了 Yeah 動畫製作團隊 他們入圍的是動畫節目獎 哇 今年的動畫入圍的團隊們 都會把動畫裡的人偶帶出來 只不過我有一點點 就是覺得耳環會不會有點太大了 你說剛剛的人偶 范少勳 范少勳 有戴耳環 他的耳環 我忘記他剛剛 會不會有點存在感 太大了 他耳環好像是跟手錶是一組的 有那個綠色的保護 還有他的那個項鍊 就是整個粥 可以給我再看一次嗎 犯上去 大家會不會覺得啊 還是是我太看細節了 我再看一次 然後沒有看到 如果可以的話 耳環 對 就是他的耳環讓我覺得好像 嗯 尤其在訪問的時候喔 因為是半生 就會覺得他好珠光寶氣 我們這邊沒有 那邊 喔 有了有了 所以他那個耳環的存在感 已經超過他的耳垂 喔 我懂你的明白 那我覺得還好啦 對 我也覺得還 但是是到目前為止 讓人家為止眼睛一亮的男生 嗯 嗯 還是帥啦 嗯 帥 對 男生果然要180以上 我要 嗯 我喜歡他的妝很腰氣 怎麼了 剛剛那個 老梁 不是剛剛 Kamen老師說180 你又有180 有有有有 哇 那真的不能胖欸 一樣180你知道嗎 胖了就是會 小了大概10公分喔 所以我剛才說身型還要身高 對 謝謝 有會穿到一樣褲子都會痛嗎 不會啊 我覺得蠻好的 因為是寬版的褲子 所以你寬版的褲子 如果太短的話 反而會比較funny 會很funny 因為他穿的鞋子是比較 分量沒有那麼大的 所以如果他的那個褲子的 褲長改得太剛好的話 反而會讓我們覺得 有一點點 比例很奇怪 嗯 但是如果真的硬要挑的話 嗯 可以穿份量感厚一點點的 厚的鞋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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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鞋頭再長一點點 再出來一點 再大一點 對 所以就是為什麼Prada跟 Balenciaga他們都會出那種 就是頭很長的 對 就是為了配這種 很寬的褲子 但我覺得對男生來講 就是你不想要Tuxedo 不想要Black Tie的話 這是就是年輕的 時尚掛的男生 一個很好的範例 而且他的肌肉又不會太大塊 因為他那個上身可以 很收在裡面 我好緊張喔 後面塞車怎麼辦 還剩下不到40分鐘耶 喔 來了來了 接下來入圍的是 哈囉毛小孩 意志及實境節目主持人家 剛才你有說就是帶寵物遲到 對 你妙是如神耶 還有許富凱 郭書堯 黃偉進還有曹佑寧 我喜歡黃偉進 不 曹佑寧 曹佑寧 黃偉進也穿得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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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偉進也很可愛 非常可愛 這是有重藝跟時尚的感覺 而且這次黃偉進去 他出很多都是領帶的 女生打領帶 郭書堯的眼睛怎麼 這樣好一點 我想說他怎麼 我說因為 黃偉進其實是一個 做工非常好的品牌 但是在台灣 因為他之前不是那種大集團 那個 所以呢 被台灣的很多消費者忽略掉了 他現在被VMH收購了 接下來可能會有一系列 非常 站起來很可愛 非常多的行銷 開始讓大家注意 好看這一套 我覺得 而且他腰身露得非常好 位子剛剛好 然後 終於他把胸部封起來 非常棒 而且他沒有硬擠 他就放在那裡 沒有這樣子 還要集中拖高 沒有人家沒有 非常棒 他狗狗一放下來之後是女神完美 對 有 對 背部線條也很漂亮 對 嗯 手臂好漂亮喔 對 很漂亮耶 老師那你講一下他髮型啊 老師 髮型我也覺得蠻適合的 因為他露了一個背 他把它收一個 收得很乾淨 對 背好漂亮喔 側面 許富凱 許富凱穿得也不錯 他穿得也蠻好看 也是寬 破腿褲 這是說他們自己的狗嗎 還是借來的 喔 節目 喔 也算有入圍喔 喔 喔 比如說叫 叫那個 腳腳屁啊 我喜歡許富凱的頭髮 喔 桃子 我覺得這套好看耶 可愛 對啊 我蠻喜歡他這一套 是 但是我會覺得桃子姐的頭髮 跟他的那個衣靈會比較有一點打架 嗯 一點點可惜 這套也超好看 對 這套我也很喜歡 這套非常好看 對 很少男生可以嫁禮 這個有喔 我覺得 非常好看 他牽了一隻黑的手 他是警犬耶 直接走進去 然後搭配他的眼鏡 光頭 失控 看到壞人 非常有那個 高梯葉那個年 對 超高的 黃金年代的感覺 接著下來是 KID 綜藝玩很大的製作團隊 還有 入圍的是 意志及實際節目獎 還有主持人獎 吳宗憲 憲哥 KID還有謝坤達 旁邊是露西派 因為他最近要賣牛肉麵 是 換了衣服 是 憲哥有換衣服 憲哥有換衣服 有 這套比上一套 亮眼 對 我也覺得比上一套 其實滿好看 比上一套好看 但我個人覺得鞋子 可以換一雙比較好 對 沒有 沒有 好的 Please KID 就 對 對 KID也是剛辦完婚禮 有瘦一點 顛峰瘦 沒有 近十年來最瘦 沒有 近十年來最瘦 對不對 但我覺得滿好看的 這個配搭 他是褲子還是裙子 他給的資料鞋子 是 Our Sand and Glory 黑色綁帶的長靴 他是穿裙嗎 還是大衣 大衣 裙子嗎 他是穿大衣還是裙子 看不太清楚 裙子 對 可以再看一次 難道他跟我一樣 就是穿裙子嗎 有可能 然後再加那件大衣 我覺得他這樣配很好看 對不對 你看 他今天跟我的配法是不是一樣 真的 你要不要把他找過來 一起 因為已經壓軸囉 可以後補 可以後補 已經壓軸了 我覺得他 我覺得 可以後補 可以後補 昆達 昆達 昆達比較特別 然後韋盡比較像賣珠寶的男模 黃韋盡就很帥 賴慧如是女模 他是男模 這也是像賣珠寶的啊 這是婚紗攝影的模特兒 安妮 安妮 婚紗攝影 而且就是前面有祖雄喔 對 這是他太太嗎 不是 他的前女友 喔 喔 安妮是祖雄前女友 有練喔 有練喔 為什麼站不穩好奇怪 他模特兒怎麼會這樣 可能那個地台有點濕濕的 最後一組了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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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再提醒所有要參加典禮的人 你的醫美一定要前一個月 或前一個半月以前就做 因為我今天發現有很多人的醫美 是前兩個禮拜才做的 你的那個 我忍到現在才講 你那個蘋果肌啊 太飽了 好不好 還有眼睛都掉掉 每一個人的眼睛都是 嗯 我終於忍到現在才可以說 就是說想說來了 就打好打滿 比較不甄不甄 對 好 我的三美三帥 我的三美 我想再看一下坤達可以嗎 導播 對因為我們剛才看不太清楚 他的那個 就是黑色有點吃虧 OK來了 真的是裙子耶 但真的很好看 因為他配那雙靴很好看 靴子是亮點 真的超好看 有的時候是一種剪髮 他一般的男生可能你們會在家襯衫 或者是一個半高領 我覺得乾脆都不要 等一下我也沒有穿襯衫 我覺得靴超加分 那雙靴子 對啊很加分 他也沒有任何珠寶 一點點而已 就是點綴得剛剛好 然後就是 就是還是維持年少的身形 對 他身材也很好 而且他的臉 臉 狀況很好 很有個性 因為比起剛才我們入圍的那些男生 他算是哥哥了 對 他算是哥哥了 但是他的整個的太 樣子卻是弟弟的樣子 狀態很好 對 因為他有一種王子的氣息 你看Tomo真的帥 帥 會穿西裝 當然有一點點可惜 對 許富凱穿得也好 許富凱的EQ很好 我喜歡許富凱的頭髮 我以後也要這樣子的頭髮 喔 我們的三帥就是 昆達 曹佑寧 范少勳 三種不一樣的典型 但是都是今年非常棒的look 對 但是我覺得今年的女生們 我們三美的女生輸給男生 對 我也覺得 男生花樣反而比較多 對 比較不一樣 男生願意嘗試 在造型比例上面的變化比較大 你看昆達穿了裙子 曹佑寧把這個大高腰的腰封穿起來 范少勳用剪髮 然後把飾品的搭配 其實 就是可以幫廠商賣珠寶 但衣服的EQ又在 對 還是曹佑寧的腰封要送給郭彥均 不一樣style 彎彎圈不一樣 對 曹佑寧這樣好帥 真的很帥 真的很帥 從髮型 一直到他演技 那一代 他的那個內褲帶 有沒有 還有他的領子的高度 那都很重要 袖子的長度 很漂亮 不想知道曹佑寧是哪一家的 我也想知道曹佑寧的造型師是誰 很加分